这里是沙盒 10块19,29 这价格是不是非常心动 现在这边已经有很多在清仓了 都是把价格给标出来 清仓的时候是可以零售的 不过今年的清仓跟以往不一样 以往这边都是非常多人 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 今年因为情况比较特殊的流量非常少 20到50 这里是写的不退不换 虽然说是有些是没有写 但是它这边都是这样子的 清仓的都是不退不换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了 看好了才付款 15到80 秋装是不会上清这么快 至少要7月底8月初这个样子 这边琵琶市场才会陆续的上 鞋子也在清仓 不过我感觉性价比不是很高 虽然说价格是很便宜 但是越到最后越不好清 剩下的这些要不就是非常挑衡穿的 要不就是断马的 要不有一些就是不好看 上衣100块5件 裤子100块3件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价格 超过50块钱的那些可能就是连续群 一般上衣都是50块钱以下 平时这边是不可以零售的 都是按照批发来 只有是每年清仓的时候 这边才可以零售 睡怀的连续群真的是太挑人穿了 39 69 100块钱两件 因为现在清仓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很多实体店的亲们都想着 拿这些货回去卖 最好还是不要去弄这些清仓款式 实在你们是非常感兴趣 想去尝试一下的话 可以先挑一些比较常规的这种款式 像那种非常特别的 尤其是有些花色你又没见过的那种花色 最好是说不要去拿 这些外套全场特价 牛仔裤你们现在清回去也没有什么用 除非是拿到的价格真的是特别低 所谓的特别低就是一定要这些当口给到你的价格 是比他们做出来的可能要低一半这个样子 你拿回去才能够走得动 你要拿到这样的价格 前提是你一定要走的量特别多 如果说你就拿个几十件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给你这么弄的 还不如他们自己就是按照那个零售的 就是一件一件的卖呢 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